回来 ok so 呃 泰文的那个早安怎么样来讲啊 就要让大家来教教我们了 ok 啊但是呢啊 但是呢我们明年呢就开始要学学什么呢 要学 越南话 ok 要学越南话 savadi savadi ka 青菜啦 西兰啦 ok so我们要学好越南话 明年就去越南 因为看大家在那个loof top啊 那个表演那些live啊 哇真的十一倍 enjoy啊真的十一倍 enjoy 你知道吗 哇 所以呢 ok 有去呃 lookatrip的朋友呢 ok 快快举起你的双脚 ok举起你的双手 ok 准备来做啊 做sharing 你会觉得呢 今天呢你们才是主角啊 今天你们是主角啊 ok啊 对对对真的恭喜大家 ok 今天你们才是主角啊 去bangkok trip的朋友 快快举起你的双手双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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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做今天的分享啊 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舞台呢 应该是要交给你们才对 啊 然后呢 如果啊 后面呢 讲关于领导的呢 plugang呢 后面我我才我才补上去了 ok 因为我用最短的时间呢 ok 呃 再讲这个呃 五级领导的东西 因为这是一本呢 呃 1990 94年出的一本书 这本书呢 是很多国际呃 大公司呢 都会拿来用的 用来做的一个benchmark的一本书来的 这本书呢 他会研究很多500全世界500强的公司 看这500强公司 为什么他们 能够在 几十年呢 ok 他们都很能够还在世界500强里面 ok 所以呢 里面也提到一些重点呢 是有关于 呃 leadership的 这本书 嗯 我我我记得我应该读 应该看超过5次以上的 我还是觉得 很难掌握 真的难掌握 但是呢 他里面所讲到的leadership呢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棒 真的非常非常棒 所以呢 这个是后面才补上 ok 今天呢 先让我们的伙伴呢 ok 开始来做一个分享 ok so 艾瑞你准备了吗 ok 我要把麦交给你了 我看你还在按着电话 来 把麦交给你 艾瑞 哈喽 早上好 啊 我是艾瑞 大家都懂了 说今天很喜悦 要分享啊 也要很感恩 那么 从上个星期的时候 我就开始 我看了Seline的 Clean Night啊 的那个 讲说会过后 她那天 讲的那个Clean Night的系统 过后呢 我就开始 认真啊 听到来是很认真的 follow那Clean Night啊 的那个做法 呃 然后我就是 完全是跟着那个 书来进行这个Clean Night啦 呃 现在是第5天了 so 第一天到第4天 呃 今天早上 我有称我的体重啦 然后 这4天里面 我下了3.3公斤 so 就是Clean Night 今天是第5天 那么我的下线 那时候的Clean Night 它是用6天 下了3.3公斤 那么我觉得 它已经做到很棒了 那么我自己 我不相信 我不可以做得到啦 然后我就是呃 用了这个Clean Night 呃 4天已经下了3.3公斤 就是我会变成我会呃 没有得到很好的信心 我一定要由我自己来的 由我自己来体验这个产品 来做给大家看 做给我的下线看 做给我自己看 这个是最主要的 我的顾客 每个顾客都在眼睛看着我的 如果我没有把我的体重 变成我本来一开始要的那个愿景的话 啊 我是呃 mou sun sun 啊 共同话叫mou sun sun 啊 我一个买 买成本 我有买我几个 我自己就是最好的武器 我要用我自己的身材来表 表达我要讲的东西 所以我每次给我自己很多借口啊 之前啊 因为我之前我呃 上个月我不是之前 我上个月就呃 达到我的manager的目标 那么我那上个月 我是很focus在manager那边 那么我就没有很focus在我下体重 我一直想要减啊 但是我没有很好的行动 我甚至很放纵我自己啊 去呃 有一点开始呃 暴饮暴食了 但是我看啊 如果我真正是呃 看到泰国很多其他的伙伴 forever的伙伴也是 呃 很漂亮的团队 很美的团队啊 他们真的是一大班去 这个泰国旅行 得到公司的local trip啊 我都有一直在更新的 其实我的心啊 是一直在看facebook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要看forever的伙伴啊 他们最近怎么样了 我会一直很更新他们 我看他们很开心啊 其实我的心里面是很想要的 你知道吗 很想想要达到自己的那个目标 我的目标除了减重啊 我还是想要很好的成绩 如果我自己不要给我自己借口 我就是要踏出那个框框 不是踏出框框去做forever 你知道吗 踏出框框是如何把我自己变得更优秀 变得更有自信啊 然后呢 我也是看书啦 我都讲我认识forever 我就是认识我的恩人 我的贵人 那么让我看了很多书 我不是说我在focus减肥 我就没有focus forever啦 也是有在focus 还是会有很大的勇气啊 去跟顾客分享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做一样东西啊 你没有一直去 让自己的那个心灵啊 去更新啊 你自己会有时候会 你记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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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啊 你是不断的要跟我自己的那个思维讲啊 我一定要前意识去跟我自己的那个里面 最真的自己讲啊 你不可以再继续这样一直暴饮暴食 或者是压力的时候就去 吃东西来解放啊 解放啊 你知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啦 我自己不可以的 因为我追踪你的forever的目的 是赶肥啊 如果我自己踏不到的话 我很简单的关锤贵是没有个孙心 所以我现在是用我的行动 和用我的付出来做很好的一个代表 去付出我自己现在这一个东西 我是很轻松的 其实其实我第一天第二天 我真的是晚上很饿你知道吗 我很饿那个肚子啊 在那边咯咯咯咯咯啊 我又很迟睡哦 第一天第二天我十二点多 因为我有看我的上线的GP meeting啊 还有啊 我有去一直不断的去跟进他们的 讲那个GP的那个讲解 你知道吗 不是说因为我自己啊 不是没有勇气啊 是我也是要踏出那个步 那一步啦 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借口啊 真的我们人啊 真的是很多借口的 要成功这条路也是 要付出很多心酸的 像我这样 我一定要付出心酸努力 去达到我要瘦身的这个这个目的 还有要做forever 要达成local trip的incentive啊 去很好的 一步一步来啦 一步一脚印 因为我达到我最终上个月的目标 那个manager 我完成我这个月的5cc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本分 然后我有去用不同的方式去做forever 就是有招商啦 也是有分享啦 分享我自己的顾客啦 然后我现在最主要是要用我自己 肥胖的身材变成女神啊 来吸引很多女神的团队啊 你知道吗 我要打造我自己的一个目标的团队啊 郭顺昨天跟我讲的 你也是可以在新加坡打造你自己的团队 那么我想了想啊 也对哦 为什么 为什么不朝这个方面去呢 因为他们是成功的人 讲的话也是有他们的 根据成功的人走啊 找他来会 行修好多阴网楼啊 走少很多阴网路 成功的人做的东西 我们要跟成功人学习咯 不要就是当你有负面的时候 你就要去找 有情绪的时候 有负面的时候 要进入你的头脑的时候啊 你就要快一点行动了啊 快一点去跟那种 比较正能量的人啊 去接近 去跟他们多一点接近 就是远离负能量 不然我们的能量 会把它拉到很低啊 那么我们就会吸引很多 不好的东西来我们的 那个生活里面 我现在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感恩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量体重 一看到我体重下 我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 是很开心的 很开心 这是我从 从历鬼来 我十多岁到现在为止 我都一直在减肥 你知道吗 每天都在减肥 所以我减肥啊 是我真正的目标啊 你知道吗 目标啊 我这个目标对我来讲很重要啊 如果啊 你要卖一个产品 Cleanline来讲啊 如果你是肥肥的啊 是很难做的 你要卖 你要跟人家讲Cleanline吗 你要跟人家讲 我爱我的事业吗 如果你的成绩要很好 你可以借用你上线 可是你的那种成绩 但是你自己也要付出的 不管是产品的效果 或者是你事业的成绩啊 你都是要付出 是半功倍 你要很努力去做的 所以我的产品啊 如果我要把它吃到45公斤啊 我真的是啊 真的要很规律啊 要很规律啊 每早午晚餐 全部要很规律 要自己要调整那个心态 心态 然后如果要做 我的incentive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那个 那个目标 是怎样去设定啊 设定要怎样进行啊 这个是真的是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目标 最重要是你要相信你自己 可以做得到 你如果做不到 你要去找解药了 去找解药 不要给情绪啊 我跟你讲 有时候情绪啊 真的是很恐怖的 情绪啊 一直会在你头脑里面啊 一直来影响你的 那个魔啊 个魔啊 个魔鬼啊 是会一直影响你的 因为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啊 我们会遇到 很多不同的人 那么我 我就是说 我看到马来伙伴 很努力 他们的Facebook啊 也是share很多的 然后很多好伙伴呢 他们就会去 做Forever 是很enjoy他们的life啊 做到很好 当然我也是很羡慕他们啊 也会行动去 有时候去问他们怎么做 我也去听他们怎么讲 进铁板烧 听他们讲 马来人的铁板烧 他们讲的是 上了昨天 他们讲的那些是 很多incentive啊 怎样achieve 那个去出国旅游啊 那个很感动啦 去怎样去进行 每一个目标啦 就是如果你知道了 你没有去行动啊 也是零你知道吗 零啊 就好像你知道 减肥很重要 你不可以以这个肥胖的身材 去代表Forever的产品啊 很重要 但是你知道你没有行动 也是零 我要行动的时候啊 我又想要吃东西那时候啦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但是我跟我自己讲 如果你的体重越来越上升啊 很多人会怀疑你的产品了 你会变成 脱脱脱脱脱脱的 我们去驾驭衣服啊 是很痛苦的 所以啊 我们真的是啊 真的是要我要达到很好的目标 还有要达到很好的成绩 今天是我要分享的啦 分享我这个今天的历程啊 所以九天过后 我也会在group check里面 share我的成绩出来 我的成绩最终 我的那个目标 我要把它下到很漂亮的 不是一天下到 不是一个月里面下到15公斤啦 那个是天方夜谭啊 我是分分期来做 慢慢的一步一脚印 达到我的目标 这是我真心是想要在 使用Forever的产品啊 要达到我要的东西 因为不可能我的下限 可以做到我做不到的吗 是不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呢 就是要很有的一个信心 我自己可以做到 我也是要希望我们的伙伴们 给我很大的鼓励啦 鼓励我去达到我的自己 这个月里面 我要真的是要把我集中调到 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的 不要有那个肥肉一搞一搞跑出来啊 那么我可以跟很多领袖啊 在Gobar Ready的时候 拍照是很好看的 然后share给我的家先看 这是我的目标 那么我要用我的 很好的行动力 我的身材去讲话 但不用我自己来卖 这个是我真正要做的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啊 OK 谢谢Irene 每次听她分享啊 先不讲内容 content先 首先第一个东西呢 就是会被她的热情啊 被她的笑容啊 所影响到 所以会很爽的 会很爽的 所以有时候啊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东西 当我们群序好不好的时候 不好的时候啦 我们很多时候往往啊 不是需要呃太多解药 我们需要的一个特别解药 就是一个笑容 一个笑容 一个温暖的笑容 很足够的很足够的 OK 我讲真的 如果呃有时候肥胖是吗 肥胖是上天给的一种 怎么讲 给的一个一个 一个很好的东西了 很好东西了 为什么这样子来讲呢 如果啦 是我一开始做forver的时候啦 我就用creenite的话啦 我是不能够做tessimony的 为什么这样子来讲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呢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OK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OK 今天破例 OK 西北兽了 看来自己 哎呦 兽大和和以前很良宅 很良内的上线在一起拍照的时候 现在大家变成两楼 还有两什么了 所以呢 如果以前我这样受了 还要creenite的话呢 你可以想象下那种破坏的设计护力 OK 所以呢 我们也期待啊 OK Eileen呢 OK 她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马国明 OK 谁 西达娜 西达娜 OK so 接下来呢 OK 就把麦来交给我们 OK Bangkok去玩得很疯的 很爹的 一直在跳舞的 五位呢 Sawadika 哈喽 大家早上好 各位 Eagle 大家早上好 兴奋哦 今天又可以在铁板烧 见到这么多的兴奋美丽的人 42位哦 你们都是最棒的 so 我今天要share的我的心情啦 是很开心啦 为什么开心啊 因为哦 老师跟我说 我的女儿啊 因为我不在几天 我的女儿好像闷闷不乐 这样子哦 我很开心 她会这样子的feel到 所以一个很感恩的东西啦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很兴奋啦 为什么兴奋呢 因为 从这个Bangkok trip回来 那个兴奋度就是 很想带更多的伙伴一起参加 为什么呢 因为 我是没有参加过 Local Incentive Trip的 这么多年以来 我只参加过 这个Eagle Manager Trip 还有就是Global Rally Trip 然后去很远很远很远的 哇 这一次真的是很轻松耶 因为很靠近嘛 轻松就是 第一个就是我的 我的心啊 轻松多 因为我可以 很快的去 回来见家人啦 然后不用担心 就是可怜的老公啦 要帮我照顾孩子 还有家里咯 然后 开心的就是 我不用这样子 这样这么多的那个 收拾这么多的东西啊 所以 就是这个我开心 兴奋的东西哦 然后真的 很 很 很想就是 一直跟人家讲哦 这个Local Incentive Trip 虽然它是一个 Asia的Trip哦 但是公司的那个 招待哦 真的是 5 star的 就从我们 从关单到 KL就好啦 我们看很多 其他家公司哦 它做百万的 生意都好哦 但是它要我们 去一个地方哦 它要我们自己 去到KLIA那边 搭那个 坐那个 飞机的 但是在Forever 你单单 在Forever 可以做到 400到600的 一个CC 吧 两 Personal Non-Manager 公司已经安排你 从关单的飞机 去到KL 然后我们的飞机 什么哈 Cancel嘛 所以我们就要提早 一天到KLIA 就是KL 公司也安排了 飞机 从关单 去到KL 然后还安排了 Tune Hotel 给我们 那个Tune Hotel 一间房 370块 一间房 一晚上 所以你看到吗 公司还没有讲 你自己照上来 你要怎样 你才来什么 没有的 所以它 一开始 我已经感受到 那个 公司很 Appreciate 还有很 很好啊 那个 那个早待 然后去到那一边呢 我最开心的就是 呃 我有我的 很好的 那个 那个Buddy啦 OK 很好 很多伙伴啊 都 很爽哦 因为他们都会讲 去这边 去那边啊 然后还没有去之前 也跟美真 还有Abel 已经plan了啊 要带师傅去哪里 世外桃源那边 打卡 有没有 哇 原来那个世外桃源 是这么这么这么的热 你知道吗 好像我们 很热情的招待我们啊 然后 Abel咯 就是很感恩他咯 都 呃 我们的那个 Banggok trip 都很多 很好笑 很好笑的东西咯 是这边不能讲的啦 OK 很好笑的咯 然后 到最后呢 我们有做一个film哦 在 在房间里面呢 我和Abel 两个做了很 很可爱的 那个 呃 film哦 OK 你们就等那个film哦 出来 OK 然后呢 我很开心 就是我在Banggok的 第二天 我的唐妹 呃 她是呃 她是从小 从她的妈妈的 那个肚子里面呢 就是吃A公司的 那个产品 长大的 她已经30岁 30岁了 现在 所以她那天 有whatsapp我 她说呃 她想要开始呃 就是sharing about forever产品 因为她已经开始 用我们的产品 so她已经要开始 share about 分享我们的产品 然后有有兴趣 已经那个新门啊 已经打开了 有有可以让我们的 这个事业哦 去呃 进入她的 她的这个人生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我很开心的东西 因为我们要help more people嘛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 我们所做的东西 我们去旅行 我们活得很开心 我们给人家一个很好的正能量哦 他们都会被我们感染到啊 然后很想跟我们一起 这样子癫癫啊 然后很开心的 ok 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好消息 第二个好消息呢 就是我在泰国之前呢 就认识了一个driver 我的堂姐介绍的 那个driver 真的是真的是很热情 每一天都问我 你要你需要van吗 你需要车吗 要不要载你去哪里哪里 要不要借你去 呃那个 呃 apport还是怎么样的 所以那一天 我就跟abel去shopping的时候 他他竟然去那个 那个mall那边找我们 他去那边找我们 然后他就看着我们 推那个trolley出来哦 他讲 呃他讲 他讲 呃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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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好像泰国话 又参英文啊 Taglish啊 Taglish 然后他就 他就推了 他就帮忙推 这样子 哇我跟abel讲 好像我有多了一个PA 这样子在 在泰国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有聊咯 聊天呃 他就很群力的去赚钱 然后聊聊了过后咯 就拿到他的那个 那个IC 然后呢 昨天已经帮他 做一个register 所以我这一趟呢 我很感恩 多了一个 呃伙伴呢 在泰国 所以接下来呢 就是有很多的 要分享的 工作啊 这样子 我觉得 呃 那个result 是我们不知道的 但是我们就 我就以一个学习的态度 我以一个学习的态度 去 去sharing 因为 呃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未必是说 哎呦 有些人讲 哎呦 很难沟通的啦 什么什么 我就不管咯 就我觉得是说 呃 就当做是一个魔刀啊 我魔刀啊 就去 就去 很好笑的 去跟他沟通咯 哦 然后呢 你们改天 要去泰国呢 呃 你们 呃 如果很怕要吃那些 很辣很辣的东西呢 呃 两句话 我送给你们啦 OK 呃 来做一个结尾啦 所以如果你是很怕辣的人哦 你就跟他讲 my pet 会吗 my pet 啊 你type在那边 OK 你就讲my pet my就是不要嘛 my pet OK 好像他们讲 my out my out 就是不 呃 不要吃咯 OK 然后如果你要辣的话 你知道是什么吗 pap pap 会吗 如果你要辣的时候呢 你跟他讲 pap 啊 最善 学到东西了 OK 所以呢 真的 你们哦 我很想 很开心 我看到美真哦 我要学一下 我看到美真哦 美真其实是很有料的一个女生 她很厉害的 所以我跟美真讲 美真 我们很喜欢你的sharing 我讲 美真你多一点sharing 因为你真的是sharing到很好 所以我很开心 看到美真也开始 就是我interview她的时候 我跟你讲哦 非常非常的顺啊 她讲到 然后很有那个 很有那个料的那个人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呃 就是 就是我 我们要看到哦 这边所有的42位啊 我们明年啊 一起去那个Vietnam OK 一起去Vietnam 包括所有的Leader 我们都一起去 因为当所有的Leader去哦 你看哦 不只是42个人去耶 其实是 more than 双倍耶 我们可以组织一个 很大的 整个BO team 很大的一个 Vietnam trip actually 所以你从那边 你就可以 呃 你就可以 就可以去 duplicate 怎么样 让人家看到 哎 你看 哎 我们现在才刚刚从 Bankgok回来啊 我就跟Abel在那边 plan了 我们要去巴黎的时候 要穿什么 要 要怎么样 要去哪里 看到吗 所以 人家会 crazy 你知道吗 人家会觉得crazy 哎 这一般人哦 刚刚才从Bankgok回来哦 多一个月 又要去巴黎了 所以呃 还有Gunting trip 对Gunting star cruise的 这个这个trip 所以 真的是 不要去 不要去 不理这一个 local incentive trip OK 你如果是新人 你就从一个 400到600 一个PNN开始 所以 最重要的就是 从现在开始啊 就要开始 做你的那个supervisor link 很多人 我看到他CC很大 但是他没有qualify到 是因为 没有那个 supervisor link 我觉得 很可惜 真的是很可惜 所以 小小的一个 呃 一个 我们说 小小的一个习惯哦 就是从 每一天 每一天 这样子去做 一直去做 从小开始做 你就会得到 你要的CBM啊 GLT啊 一个manager啊 所以一定要 从那个 supervisor开始 现在已经开始 去plan 如果你不懂 要怎么样去plan 你的supervisor 或者快快去找 你的那个领导 领导人 然后他们有答案的 所以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谢谢 Sean上线 这个真的是 一定要去的啦 因为我去了 回来我感觉到 我很爽耶 然后住那个hotel哦 很大真的是 又很方便 一碗钱多快的hotel 所以我们去的话 我们都是 住budget budget的嘛 对吗 但是这个公司 就已经 帮我们省了 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来shopping OK 所以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在这边 然后我的目标 设立呢 今年 CBM 然后要带多 两个CBM 还有我要 Global Rally 1500cc的 OK Qualifier OK Yes I can Thank you very much Yes You can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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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p Pep 因为我很想吃辣的 但是如果觉得我去的话 我的老板一定不给我吃 OK 是不是还有一句 随晶晶 忘记了 OK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 替韦娜 给她更大的精神力量 让她完成 1500cc 让她完成CBM OK 然后呢 OK 以愉快的心情 以快的心情 去享受 每一个 Incentive Trip OK 记得 Supervisor很重要 搞赢 准备好了 简笨 就是要讲这个东西 OK 所以真的 完成了吗 你的Supervisor OK 可能讲 我离开 400cc 700cc 可能就 600cc 1000cc 有点远 但是呢 东西是这样子的 大象怎么来吃呢 就是把一块 一头很大 大象 把它切片 OK 一小片 一小片来吃 那最小片呢 就是先完成 那个Supervisor OK 一步 人呢 不能够一步登天的 OK 但是啊 可以一步步的 慢慢登天 所以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呢 到时候可能 你的底下呢 组装底下 砰 包一个人出来 突然有400cc 突然有600cc 突然有 OK 1000cc OK 但是呢 没有Supervisor 那时候你就 安腿 看着伙伴呢 去叫Vetna那边 好黑好黑好黑 那时候 这不值得了 OK 来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Sharon Sharon 来把麦交给你 早上好 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因为有时我们穿的室内 这个Auntie 她就跟我讲 不用紧 Sharon 不用紧 妹 你想清楚要几样 我问我 想几样 然后我就讲了 然后那个Auntie也是很好 她不会啊 生气啊 不会讲 怎么你创到我啊 什么啊 便我就觉得讲真的 有时 不好 不是不好 好不是好 对吗 我相信 这个Auntie 也是我的 我的manager 因为 我觉得她是可以跟我讲话的 便 我 我 我相信 她是我的 我的partner 因为 我觉得她是 真的很 很friendly 她不会讲 骂我 这样子 然后 现在我很紧张 可是我也是要分享 我要分享是讲 我是在这边 Forever了 九年 可是 我去 我去 Local Trip 我去了 我可以了去 是 Gorea Vietnam 然后 Banggok 2019年 我有去Banggok了的 可是我去 一个人 不了 我去 可是 这次我去 我可以带 我的老公 还有我带 我的partner 去 变 在Forever 我觉得 真的 很 很 因为你 虽然你一年 你要做 你要做 做什么都要做 对吗 可是Forever 我们做了 我们的公司 一定会带 我们去走 便我觉得 我们去走 是 住hotel 也是5 star 然后 什么都是 好料的 然后 我们在 飞机上面 如果是 普通 是 普通 是 人家讲 没有得吃 可是我们的公司 还订给我们 Lasi Lama KB到KL 我们 可以吃Lasi Lama 然后 KL 去到Banggok 也是可以吃Lasi Lama 我觉得 真的 我们的公司 真的很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在外面 真的找到 没有找到 到 这样的 像Forever 这样子的 然后去到那边 去到那边 还有 我们去住 那个hotel 是5 star的 5 star的 便 我觉得 如果我们 自己去 我们 我们自己去 我们一定 没有住 那个hotel 像我这样子 我是不会 住那个hotel的 我觉得很贵 因为我 我看 那个hotel Malaysia的钱 都要600块 一天了 600块 一天 公司给我们 三天都多少 便 我觉得 如果是 给我 我会 找到 百多块 200块 这样子 变 Forever 真的不一样 然后 我也是 这次我带我老公去 我老公也是很开心 他还问我 下次还要去那里 我讲 下次还要去 巴大亚 然后他讲 可以 还有 然后我讲 还有一点点 他讲 我们一定要去的 然后我就讲 对 我一定要去的 在Forever 真的 不要 不要去想太多 我们做不了 我们做不了 我们那里那里都有人 我们去 分享 罢了 就 我们去分享 然后 变 变 真的 在Forever 在外面 是找不到 我们像Forever 这样子了的 变 我是 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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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多讲了 因为现在我很紧张 因为等一下 我要去report 我要去report 我要去report了 可是 我相信 不好 不是不好 好 不是好 这样子 好像三星讲的 我这个月 今年 我要fly去 巴大亚 然后 明年 我要带我的伙伴 意思是 5 pair 这样子 去 Vietnam 我相信我今年 我可以拿到CBM 相信 yes I can 棒 yes you can 撞到一个CBM 上天永远会给一些东西 我们 看起来 不好的 但是 block gun的后面 原来是好东西 有时候 真的不要太过去想 为什么 不如就是 行动 那个才是 最重要 人喜欢 学了一个东西 他讲什么东西 他讲 我很怕 我还是要 学令 那个声音在那边抖 大家学令 这个就是一种 突破的勇气 有多少个人 在很害怕的情况之下 他能够跨出那一步 这个是一个 我们对自己的承诺 这个不是我们对上线 对谁 我们对自己的承诺 因为我们来这里 就是要做突破 对不对 我记得 我在佛沃 local trip 这个local trip 去哪里的 好像 没记住 是去巴黎 也是去巴黎 这个是我人生 第一次坐飞机 就是人生第一本 passport 第一次坐飞机 就是去巴黎 所以 佛沃真的给我 很多的 第一次 各位伙伴 如果你还没有拿到 佛沃的第一次 真的 不要想太多 我知道很害怕 我真的不敢举手 我不知道你可能 不太敢分享产品 不太敢跟他讲GEP 但是呢 给 害怕的背后呢 OK 一定有他的成果 所以勇气 就是一切 好 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来 有坐着 mask吗 没有 没有 今天没有 Hello Welcome back All the qualifiers 看你们去旅行 我也觉得很爽 我好像我去旅行 所以 今天就长话短说 因为很多以后 刚刚回来的 做sharing 我记得我第一次是去 也是去泰国的 所以reborn也很特别 十年前 我做forever 第一的Take 也是local trip 也是Bangg OK 然后 当时比较没有这么幸运 就是Bangg在乱 我们就去花映 So那时候就开启了 我的 我的那个 Forever 人生的环球之旅 所以 我那时候 去完花映 我就对我自己下一个承诺 我以后再也不要去local trip 因为local trip 我这样棒了 就对 Forever给的 global trip 一定是更加更加的 一定是十倍的豪华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 那个其实是我的一个 一个起跑点 也是 local trip 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我们要很感恩 因为马来西亚 还有新加坡 本来我们有这个program 然后是 其实local trip 是design for all the CBM 还有Eagle Manager 你的团队里面 有越多的 local trip 有越多的 you know 你拿到CBM 你完成 CBM你完成 Eagle Manager 就越轻松 所以local trip 其实也是一个产品来的 你算一算 大概如果是600cc 大概是做400多千 一年 就是大概是30多千 一个月的sales 所以其实是很少的 真的很少 而且不是个人销售 是团队销售 你要了解 然后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了解 你卖不到的 你一定要了解 到底外面做生意 如果做30多千 可以survive吗 很多是survive不到的 OK 然后如果他做到30多千 40多千 可能他是用很多时间 在换的 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local trip 是一个很好卖的 一个incentive 然后带越多人去越好 明年哦 我们又去越南 这个没有去过的地方 OK 所以 该委呐有酒 可以考虑一下 越南 OK 所以 今年的目标设立 我想一下 我该想 对我自己 我在分享 其实我也在提醒我自己 所以local trip 我要带多 应该我可以带多 六 五队到 五队啊 新人去local trip 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 还有四个new manager 要伸出来 所以 祝我顺利的产下 然后再来就是要 Chairman bonus level 2 那天我遇到上线 上线有讲 很多人 喊喊一下 就没有喊了 那个目标设立 我喊喊一下 喊一下 Loco就不敢喊了 又安静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习惯 你喊习惯了 他自然就会来 因为我们是对我们跟自己沟通 其实不是跟别人沟通 是跟自己沟通 OK 所以接下来再把时间 交回给Sean 给更多的 和我们的local trip 伙伴去分享 谢谢 好的 谢谢 OK 看来我要戴个眼镜 一下 这个是我的蓝光眼镜 戴上来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的感觉 比较soft一点 OK 来开玩笑 OK 真的真的 利也提到一个东西 我觉得 这个也是蛮不错 刚才也是算了一算 这个就是 400cc 对不对 400cc 如果把它除以 乘以一个cc 再减30% 就是大概等于 280千的 一年的sales 这个整组的业绩 就是每一个月 大概就是在24千 整组的业绩 所以 这头大象 你怎么来吃 400cc 你觉得可能很多 但是把它分成马币的话 OK 把它分成马币 就是280千 再把它除以 OK 就是24千 所以这24千 你要再把它确诊多少 多少 每一个星期 多少 多少钱的sales 每一天 多少钱的sales 然后 出多少的产品 算是多少的人 local trip 就是这样子而已 它是蛮简单的 就是有人的说啊 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因为呢 太复杂真的不好 太复杂 很好 OK 越简单越好 OK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看看来 你有在吗 原 还是不想选择到手 哈喽 哈喽 有有有 来 I'm you I'm you 啊 哈喽 来 交给你 哈喽 哈喽 我也是 刚进入不久 也是 有点紧张 现在毕竟是第一次 他出 第一次跟这样的人 讲 这些东西 就很高兴到昨天 因为啊 国顺有带到我 终于帮我签到一个 VIP了 然后就是啊 现在紧张过头 忘记要讲什么 开始 然后怎样讲呢 就是啊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会有比较难做一点 然后我就遇到一个朋友 就是 他本来是做 他是做一个卖 卖机的 然后他也是刚做两年了 过后就 他头那两年 也是一直亏本 买经验买经验 过后是到 今年 过年的时候 才找到钱了 因为 他有两年的时间 去买经验 不过他买经验的时候 他是用了整 百多钱 去买那个经验 所以 他就跟我讲 做这种forever 很难做 我自己心想是觉得 呃 呃 怎样讲啊 forever就是用一个两千块 就可以私下自己 做这个小生意了 然后 他的那个生意是要用到百多千 才来 呃 可以换得来赚钱 这样子 就是 这样子啊 我也不知道要分享什么啊 就 可以分享到这里先罢了 好 好的 对的对的 我很认同啊 看讲的东西就是forever 这个生意也太危险了 很难做 因为呢 只是两千块 啊 但是呢 很多人 为什么讲这个生意太危险 很难做 因为就是两千块太便宜了 但是很多时候啊 很多人 出了百多千 两百多千 再难再苦啊 他就要顶下去 所以他很不容易放弃 你知道吗 他们真的不容易放弃 因为我别呢 已经是塞浪了啊 收钱了啊 因为已经是 all out了啊 所以他们怎么样都要顶下去 OK 所以呢 很多时候他们顶顶顶顶呢 他们可能找到一个出头天 但是forever 因为两千块啊 很多时候我觉得 哎呀 没有关系了 我能拿到产品 OK 所以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OK 不要把 如果你我们能够把这两千块呢 把它放大变成两百千呢 我们对forever呢 就是非常的坚持 OK 才能够呢 走出一片天啊 找找到自己 自己要的一个天空 好 这边把时间交给美镇 来美镇 开麦咯 交给你了咯 哈喽 大家好 很开心 今天有这个机会 跟在自己 大家自己分享 我的名字叫做美镇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呃 我们今年呢 是在forever这边呢 已经是步入第一 接近第三年了 然后呢 啊 我之前呢 我是在银行上班的 那我之前在银行上班的时候哦 我跟国孙在一起 已经是大概三年的时间了 可是那时候呢 我们只有本钱 跟只有足够的假期哦 可以去到最靠近的这个泰国 而且当初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哦 是那种 dorm room啊 你们不知道你们去旅行 有没有住过这种dorm room 但是哦 奥顺每次带我去住酒店的话啦 他一定是选择那种dorm room的 那种dorm room就是讲呢 它是一个房间 然后呢 它有很多的那种 小小的那种床啊 是单人床的 所以呢 我们两个人呢 通常呢 都是会挤在一个单人床 一睡就是睡四天三夜的那种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 去泰国旅行的一个经验 那么这次哦 很不一样的就是 除了公司 给到我们住一个 五星级的酒店之外呢 而且它的招待 真的是非常的周到 就是从我们上机 然后我们排队 然后呢 甚至我们的 luggest check-in的时候哦 它都是陪在我们的身边 而且帮我们拿我们的行李 拿去check-in的 然后呢 下机的时候呢 它也是陪着我们 带我们上巴士 过后呢 还准备巴士的小吃给我们 然后呢 到我们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那个工作人员 甚至也是在那个 拿luggest的地方 帮我们拿luggest 我们没有去到的地方哦 它一定是皱着眉头跟我讲的 这么难得来到泰国 这么不早一点安排 这么你不早一点安排呢 所以你看到那个 那个底气嘛 你看到之前 跟就是现在的那个 就是现在的那个待遇嘛 就是它连对我的态度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次呢 我们在Forever Living 已经是接近三年了 但是在这三年的期间哦 我们已经去过了阿布达比 我们去过了墨西哥 土耳其 然后去泰国 然后下个月 我们又要去巴黎了 所以这些体验呢 的旅行体验呢 是我在上班的时候呢 是没有办法体验的 因为 我在飞机的时候呢 我有算过了 大概就是这几年 这两年 公司给我们的酒店哦 单单是酒店而已哦 大概就已经是 去了30千左右了 你想象如果一个 我们还在打工的话 我们是没有可能 用30千的这个资金去 只是住酒店而已 所以在Forever Living 这边的话呢 那除了可以改善到 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生活的那些质量之外哦 它还可以帮助 我们改变我们伙伴的 这个生活啊 就好像我们的金金 我也是很感动 就是这一次他有来 但是呢 他这一次呢 是以非常休闲的脚步 去游玩这个泰国的 对他来讲 他是一个非常忙的 一个妈妈机 然后要带着孩子 然后呢 他这次应该是 他第一次有这么 quality的这个me time哦 在泰国这边游走 所以呢 我们也是非常的感动 就是让他有 这个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一般上呢 我们来泰国的话呢 我们都是非常赶的行程的 就是一到酒店哦 就马上check in 然后呢 就马上放下行李 去这里玩 去那边玩 就是很怕会miss掉 任何一个景点 就好像当初我们一样 但是这次哦 我们真的是非常relax 然后呢 就告顺来讲 他一天就已经去泰国 已经massage了两次了 所以呢 这次真的是非常的relax 然后呢 这次的体验呢 真的是对我来讲 真的是非常 很棒的一次体验 因为我们已经去过了 Global Rally 我们也是去过了 Eagle Manager的 这些的incentive 可是这一次 只是一个小小的 local incentive trip哦 他也是可以给到我们 一个非常五星的 一个体验啊 所以呢 这个local trip 还有我们的 如果你已经觉得 local incentive trip 是一个你很想要fight的 一个incentive了的话呢 你一定要除了fight local incentive trip之外呢 你一定要也要努力的 去fight我们的Eagle 还有我们的Global Rally trip 因为这两个trip呢 会让到你带来 更加不一样层次的震撼感 这两个trip呢 会带给你 更加不一样的体验 啊 所以呢 呃 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目标设立也是一样 我们今年的目标呢 一样也是CBM Level 2 然后呢 我们要带更加多的伙伴 我们要带超过10位的伙伴呢 可以参与明年的这个 local incentive trip 一起去越南 Sawadikap 谢谢大家 拜拜 OK 谢谢Cup OK 所以呢 呃 我记得啦 我觉得我们有一次 我们是安排去 公司去美国旅行 就我们就去San Francisco嘛 San Francisco呢 OK 有一天呢 我们真的hare的 你知道怎么hare吗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 OK 想到那里去哪里 不要不要坐着喝茶 OK 就来坐着那边 喝茶 看着街景 看着海景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啊 黑啊 也是个很好的trip来的 最主要就是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trip 很多人讲 哎呀 Vietnam罢了吗 A Asia Everyone can fly 很多时候就是 对 Everyone can fly 只是你去的时候啊 是和谁在一起去 你是和 是不是一般 点的 傻的 疯的 开心的 happy的 enjoy的人一起呢 那个才是重点 然后想想看 刚才你听到很多人分享 就是哇 公司真的很 很vip呢 真的很用心呢 这个就是 用钱买不到的 你想象了 A Asia最厉害是什么 现在 Your flight is rescheduled Everyone can rescheduled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东西来的 所以 不是去哪里 而是 有没有再用心去享受 可以每一个trip 所以呢 看 看看看 我又来打广告了 OK 肯定 这个dream course呢 OK 也是一个很用心的一个trip来的 不要看 他觉得 坐船罢了吗 零百零步有钱 可以啦 但是有时候用心 高兴 enjoy happy 这个才是 终点 好 现在把时间交给Bel 我到我了 哈喽 Sawadika 听到吗 大家好 我是Abel 所以刚刚从Banggok回来哦 所以刚才听到很多伙伴分享 对不对 所以你看很多人想念我了 对吗 啊 OK 所以很开心咯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哦 去Banggok很快嘛 两个小时这样子就到了 所以没有那个jet lag的问题啊 就是Malaysia跟Banggok 只是差一个小时哦 可是很奇怪的 昨天我回来哦 不是昨天前天回来哦 然后昨天一整天哦 就好像有一点jet lag这样 你知道吗 虽然只是一个小时哦 所以很兴奋啦 很开心啦 然后很感恩哦 为什么 因为就算哦 我们达不到Global Rally 也好哦 去年哦 at least啊 我们也找到一个 local trip嘛 对不对 好过没有 对吗 所以拿到什么都要很感恩 因为哦 拿到什么都是证明了 我们去年呃 努力了多少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呃 更加的努力哦 才可以拿到更多咯 所以这个Banggok trip呢 我看到是呃 因为公司的安排 它是非常的好的 因为我们从呃 刚才讲了嘛 很多伙伴那些 然后呃 就是很好 我们看到就是呃 公司的那个HQ的那些stuff啊 就好像呃 Mr.Eddie啊 Mr.Hui啊 然后JD啊 然后还有Wilson啊 还有很多的stuff哦 他们都亲自哦 还有啊 TatoCG哦 都亲自哦 出席这个啊 local trip 哦 虽然只是local trip哦 可是他们全部都很卖力啊 然后跳舞的时候 你有看到我们的live吗 然后跳舞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都很卖力哦 去带动那个气氛 你知道吗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真的是 不只是安排上面很用心 然后哦 他们是真的是亲力亲为everything的 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哦 然后啊 还有就是 最重要就是好像阿Sean讲的 其实不是 不管那个trip是去哪里啊 最重要就是 你跟谁一起去啊 so你跟谁一起去哦 你就会 你就会玩得很庆幸啊 所以这个trip呢 我也是很感恩啊 就是跟Vena啊 美真啊 国顺他们 然后还有很多的伙伴哦 一起去玩哦 然后我们玩的时候 真的是玩得很变的 OK so等一下你们会看到我们的一些video啦 不要不要吓到你知道吗 那些video是 蛮蛮蛮蛮点一下的 然后回来呢 OK 昨天回来 前天回来了吗 昨天呢 我就已经 有一个Zoom啦 GEP的Zoom 是跟差不多 做着五个新伙伴 OK那五个人呢 都是啊 很想要了解 Forever的 这个生意的 所以哦 呃 很开心啦 昨晚已经做了第一场的Zoom 从Bangguk回来 虽然哦 那个眼睛哦 差一点要睡觉了 你知道吗 到九点的时候 我的眼睛已经是被大喊 要睡觉了 我就等到九点哦 OK 等到九点要GEP嘛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九点一开始要讲的时候哦 哎呦 整个人哦 就很兴奋 很很很很精神哦 然后很很很爽哦 就是讲那个GEP 讲到很爽 然后其中一个 新朋友进来的呢 是我们在 AirAsia哦 做AirAsia flight 从KL回 去哪里啊 我都忘记哦 就是坐在我隔壁的 有一个沙巴的 一个沙巴的马来人哦 所以他也是很friendly的 所以我就跟他做朋友 然后就ad friend啊 ad facebook啊 whatsapp号码全部哦 然后我就跟他直接在 飞机上面跟他讲这个生意哦 然后这个伙伴哦 他又也是很想要找机会的人来的 然后我就直接约他昨天的那一个zoom哦 所以他听哦 其实他也是听了 差不多整半个小时罢了 因为他很吃进来嘛 可是到最后哦 他的feedback是什么 他讲他想要join 我要join这个生意哦 我要在沙巴那边做这个生意 所以他就问我几时 我要去沙巴你懂吗 然后我就跟他讲 这样子你等我从巴厉回来 然后下个月我又去巴厉哦 我讲 那他就很 哇又去巴厉啊 什么什么 这样他就觉得我很兴奋你懂吗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 喂老公 如果我们每一个月 都可以出国这样子爽哦 我讲 哇 所以说我在forever 其实是可以的 只是我们现在真的是要很努力的去种榴莲哦 这样子你拿的rezerki哦 就是会birtle rusan的rezerki啊 那个passive income一直来哦 说其实我们可以真的是每一个月出国的 然后很开心就是 呃 昨天有一个伙伴呢 他也是跟我的经历很像的 就是他在mco的时候哦 就是两年前mco 他就被公司retrenchment了 被潮咬于你懂吗 他是executive level的人来的 所以也是被潮咬于已经两年哦 找不到工作 然后他的saving哦 他跟我讲 他已经用到七七八八了 他已经很辛苦了 他讲 所以他要真的是找一个生意哦 真的是可以帮到他cover他的那一个expenses的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帮助哦 更多的朋友哦 真的是在外面真的是很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忙啊 然后这一次呢 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跟 呃 Tato跟Tatin一起去 咖啡hopping啊 so很兴奋就是你会看到Tatin哦 他真的是 呃 永久生活化的 所以他去到哪里哦 他都可以认识到新朋友的 他真的是那种 呃 见到谁啊 他都可以hello什么啊 然后又拿电话号码 又拍照啊 什么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我们跟他出国很多次哦 他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他都已经是这样子生活化去做forever啊 所以没有说呃 什么呃 呃 呃 阿拉萨啊 就是讲呃 我没有朋友 还是我们不懂要去哪里找朋友 其实都 都 人都是在我们身边出现嘛 只是我们要去拿那个名单哦 然后我就学他咯 我去巴萨马拉 然后我就去买买饭吃嘛 买饭的时候哦 就旁边站着一个呃 华人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直接开口跟他 跟他hello什么什么 这样就问他 哎 你叫什么啊 你吃什么啊 什么这样子 然后就拿到一个名单了 所以原来这个人哦 他是在 从中国哦 小时候就从中国 去到Banggok哦 然后就留居在那一边 二十多年了 所以变成我又拿了他的一个名单哦 然后go再follow up咯 所以我觉得去到哪里 吃到哪里 买到哪里 玩到哪里 然后认识朋友到哪里哦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人生里面哦 是一个很开心的东西啊 啊 就是我们不要想说 我拿他名单 我一定要签他做Members 或者是他一定要做生意 我们的 我们的心态就是 我想要结交更多的朋友 然后慢慢再从那一边哦 可以帮到他 可能他觉得他 健康上的问题 我们可以帮到他 或者是他可以做更赚更多的钱 像我们一样可以去旅行 所以我觉得那一个心态啊 我们去认识朋友的那个心态 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OK so 很期待啦 下个月我们去Bali的trip so 很 现在已经开始哦 去找衣服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要 我们要拍美美的照片嘛 对吗 然后要 然后我们也在Banggok 买了一套 姐妹装 so大家一起可以在Bali的手穿 所以兴奋的点呢 就是在 去旅行 但是也要跟对的人一起去旅行啊 那一个 那一个 那一个意识啊 会不一样咯 所以变成在一起的那感觉是很爽的 所以 玩的时候要庆幸 然后做Forever的时候 我真的是要很努力 要很认真去做 OK 所以不要给自己休息 然后继续哦 兴奋下去 OK so明年啊 我一定要达到我的印度的CBM OK so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Sean 拜拜 OK 谢谢Bel 可以看吗 看吗 那么一 那么多个人分享啊 全部人都是充满笑容 充满高高兴的嘛 所以有些人呢 分享GP的时候啊 也是喜别兴奋 OK 然后呢 很容易接触到新朋友 很容易就分享GP 就很兴奋 就影响到别人 OK 但是有些人呢 就觉得 一直想着问题 哎 很挑战啊 这个这个问题呢 那个问题啊 遇到谁啊 什么什么什么问题 想问题呢和开心呢 OK 哪一个你需要 哪一个你比较觉得 会比较好一点 开心 开心 做for ever呢 给达到incentive 就算一个小小的都好 好像我们讲 更小的好不好 更小 我们就去到 呃 winner circle 公司winner circle 讲真的 我们从我们的桌子 我们都做到四号桌嘛 四号桌子嘛 OK 从那个桌子玩到去台上 台上玩到去台下 我们也是很enjoy 那结果呢 我们那个四号桌子呢 我们赢到非常多的奖品 就是因为高兴 因为就是enjoy 所以呢 你做for ever到底是生活化 开心化呢 enjoy化呢 还是你觉得 哎呦 我要学很多东西 很痛苦 up to你的选择 yes table 4 OK 现在呢 就邀请我们table 4的女生 人讲稿 准备好 table 4的女生 Seline 因为她拿到的 best dress Seline交给你 你到我来 相信先 OK Morning Good morning 全部伙伴们 So 各位 不要爱的兄弟姐妹们 Sale 欢迎你们回来 我非常的想念你们 我人家观战 心在泰国 因为一点事情啦 所以不能够去到泰国 但是 是母生讲的 好的未必是好 不好 未必是不好嘛 就是因为 她之前没有去到泰国 签了三四个新的 有VIP 也有PC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 跟自己讲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 上天不要给你去 一定有它的原言 对不对 所以呢 三个星期就是 感恩啦 然后很兴奋 然后很难杀 为什么 其实我很喜欢一大班去旅行 但是要跟 日同道合的朋友 你明白吗 就是我们 这一班伙伴 我们去玩 我跟你讲 就是兴奋的不得了的 不管去哪里 近的也好 远的也好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 追踪他们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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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的 看他们去哪里玩 拍什么照片 我跟你讲 那感觉 是随便前面的 如果你有试过 跟 我伙伴去玩 台天你就理解到 我讲的这个东西了 OK 然后呢 我记得 那些我们去 Kankun的时候 也是跟师傅 去到美国 你知道吗 就在美国 那个 LA那边 我们可以很 很休闲 很天 就是在那 cafe 可以打卡 在那边 三四个小时 没有赶着去哪里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讲的人生 就是 为什么 因为我们 公司 公司付给我们的 所有的那些 奖励 Friday ticket都好 因为 不是 就是 当然是我们的努力 聘回来 这是一公司 给的 所以你不觉得 我去美国 我就要 用 用 准备 就是早早就要起来 就去打卡 打卡 我们没有 我们也是隧道自然醒 然后我们就去 那些地方 去打卡 去cafe 去喝茶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 很重要的东西 OK 所以做好自己 为什么 因为 你就是那个 树立那个 品牌的一个 非常好的image 所以呢 就是 不停的 不停的 用这个方式 去帮助很多的人 所以打开你的 那个天线 我们讲 将你的梦想 放大它 然后呢 你就可以吸到 更好的人来 配合你 你当然 你一定要找 比你更优秀的人 来配合你 在这个 佛罗的平台 为什么 因为佛罗就是不一样 因为呢 你可以将你 所有的功夫 传送给你的下线 你的伙伴 为什么 让它超越你 OK 如果它超越你 你更加兴奋 为什么 你就货血料 就是你种到这个 榴莲之王的 那个猫山王 你知道没有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讲 为什么我们 一定要 自己 自己先做一个 testimony 所以我很开心 就是那天的 Cleanite 可以 这个分享 能够帮助到 很多人 当然有些 旁仙 他有 私了我 然后我有跟他 就是 跟他做一些分享 当然我也是 想帮到他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 我们整个团队的 一个 一个image来的 不是我们个人的 因为我们走出去 就是一个 BOI 9333的团队 当然他们也会讲 哦 你们随随随随随 哇 很成功 这就是我最近 有一个 老板 老板级的 他就是看到 看到我们的 一个伙伴 才做两到三年的 当红炸子音 好不好 就是 OK 加着一个 Mercedes 他讲两三年 就可以有 这样的一个成绩 所以这个就是 团队的力量 我们要借用 当然 我们因为我们是 一个团队嘛 不是讲过 甚至不是我的下线 你可以当是 你的下线用 甚至你的螃蟹 你也是可以当着 你的伙伴来用 为什么 因为 我太棒了 就是Rashmond 可以写一个 marketing print 就是这个 chamate bonus 3%的chamate bonus 就是关于到 整个全世界 所有的传续 都是我们的伙伴 都是我们的下线 就是我们可以 一起去 享受这个福利 OK 所以这次 我看到这个 Logertrip 太棒了 你们的招待 简直是像 GroberLally的招待 你知道吗 给我的感觉 就是 我有那个 然后全部东西 安排到好好 我没有想到 那个Logertrip 可以这么棒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 OK 当然这个Logertrip 就是CBM的 一个manager的 这个 一个组织 就是 那个量 你知道吗 就是你这个 物质 你要起起来 你的foundation 一定要很好 这个Logertrip 就是你的foundation 来的 OK 其实你不要去 看到400cc 你很简单的 每个伙伴 只需要做5个cc 一个伙伴 可以带10个人 你就50个cc 我跟你讲 你10个group的团队 一个月就可以给你 500个cc了 这个就是他的formula 来的 所以一切开始 都是那个5个cc 所以必须要把 你的5个cc 做好不好 所以我不要讲太多了 还有两位的 那个Logertrip 的那个qualifier 要分享 所以目标势力 一样的 要最快时间 完成我的CPN 我们明天 在India相见 好不好 下个月去巴黎 OK 开始买衣服了 谢谢 双生 拜拜 OK 谢谢Seline 我们也是在找着 巴黎的一些 道地的一些trip 一直在看着 OK 在安排了 每个东西都是安排 每个trip 每个incentive 都是要经过安排的 每个是 从一个很大的大厢 慢慢check 给大家看看 OK 当他们在飞的时候 在玩的时候 我们造成什么东西 我们也是在 丁家奴 OK 我们也是在做这event 这个也是 我们和 TheBI的 大家听 大家合作 一起在做的 OK 所以你知道吗 在这样一个 小小的event 整个 整个这个hall里面 大概也装50个人 我们也来等40 接近等40个人 当天 多少 好像是56套的 Ramadan pack 然后呢 7个的VIP 我没有记错的话 OK 所以你看呢 就是因为 小小小小的动作 这些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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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incentive 所以没有东西是很难的 只是第一步是很难的 所以第一步你要怎么样呢 看你的真的看你的 OK 再把事件交给Rachel 来 Hello 大家早上好 有没有 有没有很惊讶 看到我呢 OK 我先分享一下 现在的经济其实 真的是 有一种感觉 最近 加入 更加投入Forever之后 有一种感觉 就是那个心在燃烧的感觉 你真的觉得 你时时刻刻 那个心很燃烧 然后很有活力的感觉 然后那一天 我其实我要分享 第一件事 就是我那天去莫的时候 然后我就遇到一个我的学生家 这样 然后MCO前 到现在没有见过我的 然后我就 从一路就从远 远处就跟他打招呼 到他的面前 他都用很疑惑的表情看住我 然后我讲 你不认得我 然后他就摇头 然后我就说 我是林老师啊 然后他就 他讲 怎么你变了这样多 然后我就讲 他我变了怎么样 然后他就讲 你年轻了好多耶 怎么你可以年轻这样多了 然后我就说 我最近有注重保养啊 所以可能保养就让 现在也不一样 而且 还有就是我们心境上的改变 我们真是打从心底上去 开心的时候啦 你放下那一个框架 然后你放下那种 很多的那种拘束感的时候 你真的是 整个人会神采飞扬 那个心里打从 出来的那种快乐 会让你整个样貌 会变成很不一样 而且是很快乐 你是知道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改变 所以我也跟他说 我开始做Forever了 然后我用卤会来保养的 然后以后我就要这样的 告诉别人 我喝Forever 然后让我越来越年轻 让我越来越健康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真的是喝 喝这个Forever之后啊 就你真的喝的越多的话 你会觉得你的效果 真的是很棒很棒的那一种 所以真的要多赚钱 然后再多喝多吃 他的产品非常的 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好 非常的有效 然后再来就是 我那天有见一个朋友 然后我介绍Forever的事业给他 然后他就有讲 他就有告诉我说 你们Forever 就是说之前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Hash牌子呢 打得非常的红 但是最近哦 他感觉到我们的Forever在起着 就很 那个市场越来越棒 他看到很多人都在 在推销这Forever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真的是要 我们整个团队大家 虽然是螃蟹大家 但是大家一起做video 我们一起做那种美美的video 然后我们一起post 然后我们post dinner 全部一起在post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就会看到我们Forever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一起努力 大家一起去把这个市场燃烧起来 让更多人看到Forever 让人家觉得我们Forever 真的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事业 然后还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健康 因为我看到我们的上线 我那时候 我们去Guanthan Paray Buy Booth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的全部的上线 真的是用心在分享的 而不是真的是为了做生意 而做生意 是真的是把自己觉得很好的产品 分享给我们那些新认识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业 我真的是 我每次都是我很感恩 我遇见了这个事业 然后再来就是 我现在其实在家乡 然后我为什么会在家乡 我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呢 因为其实我拿了一年的假期 然后就从昨天3月20号开始第一天 然后所以因为那时候 我说我爸爸疾恐症嘛 然后这几天爸爸不舒服 所以因为是我拿了这个一年的假期 我现在可以回来家乡陪着他 然后我的 因为妈妈去旅行 所以家里没有人 所以我就回在家乡就陪着爸爸 然后我也是用我同样的配方 去让我爸爸精神好起来 所以我希望他真的是可以 就是精神越来越好 然后健康越来越好这样子 所以很棒 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么 这么棒的产品 我们才可以帮助我们的家人 我们才可以帮助身边的朋友 所以我会好好地努力 真的 我希望我在 我现在呢 我就真的是会把你 拿自己的目标在自己的心中去 真的很明确地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自己想要得到什么 所以我会好好地努力 谢谢大家 我在这边跟大家真的是学到很多 所以谢谢大家 拜拜 好的 谢谢Rachel的分享 对 你看啊 OK 如果 怎么来怎么来讲呢 OK 如果没有接触到一个团队的话 OK 可能Rachel还是在享受这交足的那个过程 但是因为受到团队的一个影响 他讲到 我原来他的世界可以更大更远更宽 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学校而已 所以呢 我们的人生呢 到底那个长度有多远 就是我们能够活多少岁 这个上天决定 对不对 但是我们能够活得多好 那么宽度能够多宽呢 谁决定 肯定是我们自己决定 所以你什么心态 OK 今天 现在呢 OK 就把时间交给 Coxen 哈喽 大家早上好 Sawadika 我也是刚刚从泰国回来 所以 今天就是很开心 OK 就是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泰国的这个trip 这一次的这个trip 也是我属于我的 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的 Local Incentive Trip OK so 因为 之前我 就是 我记得我在Forever的第一个trip 就是CBM的trip trip 第二个trip 就是 我们的 一个manager trip and then我们的 and then 这一次的trip 就是Local Local Incentive Trip OK so Local Incentive Trip 这一次 令我看到的是 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我感觉到 等一下 大家等一下 Coxen 可能在order东西 对不对 OK 我们期待 不好意思 OK so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的trip 不一样的地方 是什么 是感觉比较 free and easy OK so 公司就给我们更多的自由时间 然后 最 最让我觉得最深刻的 就是这一次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 公司准备给我们的 这个dinner 因为这个dinner 我觉得 公司真的是很用心 场地 不知道很漂亮 而且 就是音响的那些 都是 都是音响 我才知道原来是 Eddie自己 自己去 下手去做 原来他之前是 DJ 我叫他以前是DJ so 全部都是一手包办 就是为了要给我们 最好的体验 OK 然后 而且 当天呢 OK 我也没有想到 哇 原来Eddie是这么 定爆的 他可以 他可以主持到 哇 那个 bring那个 energy 给我们 那个energy 是 爆的energy so当天又拍照又录影又live什么都来 然后再加上又跳舞 OK so真的是我跳到 跳到满身都是大汗 OK so我 我觉得就是 公司真的是很用心 包括他都CG啊 都上都都跟我参与 我们一起在那边跳舞 OK so这个是我看到的东西 然后而且也是 呃 我觉得就是当你真的是投入下去 你你真的是 呃 就是投入下去 一起疯狂一起天的时候啊 你整个人的 energy 也同一时间会被 帮忙起来 so也是 呃 一个很好的一个 recharge的一个 一个公司啊 所以飞 呃 的一个 呃 trip啊 所以很感谢 公司为我们准备那么精心 呃 设计的一个trip 那么用心 那么细心的一个trip 来之后啊 还有就是啊 所以昨天是我 昨天是我从KL赶回来 OK 从就是啊 因为我们飞到从泰国回来 我就在KL嘛 所以昨天我是赶着回来 呃 就是为了要帮我的一个新的 呃 下线就是啊 ken啊 刚才他有出来分享 就是跟他去啊 谈一个case 然后呢 就我们其实昨天昨天聊到很夜 聊到三点 聊到两两点多 你知道吗 两点多三点呢 我都不会觉得啊 都不会觉得啊 想要停下来啊 因为 这个就是我们做Forever的日程 因为 我的心不是想要去 呃 呃 不是 因为我的心不是想要说 呃 你一定要来做Forever OK 你呃 呃 就是你要 我的心不是说要他来做Forever 要要他来呃 或者我要卖他产品 要赚他的钱 不是 因为我的心是真的想要帮助对方 所以我看到对方就是 呃 可能他人生有一些 呃 问题卡住他 他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我会 呃 就是我的心就是很想要帮助他去 去去去改变他这一点 等等 所以呃 就会跟他聊很多东西 有些时候 其实根本就跟Forever无关的东西 so 就是希望就是可以让他去突破 去找出他的问题在哪里 去改变他 所以呃 其实有时 呃 反而讲到最后啊 呃 28%是在讲Forever 80%是在讲的 呃 呃 怎样去就是呃 帮助他去改变他的人生思维上面等等的东西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呃 经过昨天晚上真的是可以呃 让他呃呃 有呃 就是呃 接下来会有呃 新的转折点在他人生 so这个就是呃 我们在Forever做Forever有时候呃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中一个 一个 让我们就有动力 在Forever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帮到人家 真的是有时候是用钱衡量不到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Forever其中一个呃 为什么我会那么热忱的原因 OK so谢谢大家今天我的分享到这边 那也非常谢谢Sean 啊 随盘辞了 还给我最后分享 谢谢啊 OK 拜拜 OK 谢谢Cocson 真的 呃 今天呢呃 六个去的Qualifier就是主角 所以呢 我准备东西 我觉得哎呀 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 OK Success OK 因为不是不要讲 因为觉得 我们呃 会议很重要 会议很重要 但是时候我们从会议上面呢 拿到很多的 正能量 拿到很多的火力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去呃 出发 我们去投入的去做一个事业嘛 而不是每一天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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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呢 学到的 给把它用 学到的把它用 OK 那个才是重要 因为刚才Cocson有提到吗 OK 呃 你是投入呢 还是投入 每次来Tapanyaki的 你把把你的头打开 镜头看一看 OK 但是呢 你没有投入你的精神 投入你时间去做Forever呢 OK 所有incentive呢 是和你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 机制 OK 不要不要只要把你的头 放在这个Zoom罢了 记得把你的精神 时间 OK 你做Forever呢 最主要的不是 你要投资多少钱 最主要就是你要投资 多少的那个心机 多少的乐成 还有多少的时间 来从事这个生意 这个才是个很 重要的重点 你没有用心呢 给投机 投入 我们是心机 对 很没有用心去学好这个GEP 用心去学好这个product demo 用心呢 去把产品呢 学好 用心呢 OK 去跟他分享 所以这个就真正的一个投入 而不是每一次 有会议 耶 我参加会议 我做到Forever 如果哪一个生意只是开会 就能够成功的话呢 OK 应该是没有了 在世界上 在世界上真的没有了 OK 所以真的是 好好 好好好好 去投入的做 给投入的做 OK 所以今天呢 可以一模一样 打一下广告 星期四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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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星期四呢 就是 我是讲这堂科 因为有 我是本身是从一个offline 做offline的 就是我做很多activity 做很多event的 所以我本身是很喜欢做activity 很喜欢做event 因为呢 这个能够框重我的名单 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和Olive 我们两个都是很私底下 是很近的人 是不太有朋友 没有很多的朋友 他的朋友 我都认识 我的朋友他都认识 OK 但是我们怎么样成 从一个 不多朋友啊 不多朋友啊 OK 下个师母讲下个星期下 或者OK 没问题 OK 下星期二 OK 所以没问题 OK 所以我就分享 我是怎么样从offline OK 转变成online online 是从online offline 一起来做 所以这个星期四呢 当然我送大家很好的一个彩蛋 OK 这个彩蛋呢 觉得如果你去外面学的话 anytime 那就是几千块的了 那几千块的了 OK 而且呢 未必你用得到 因为我会把 呃真的我在做的 呃把它 变成佛博博化 因为你在外在外面 学的 就是很general 但是能够把它变成佛博博化呢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 好 今天我们的分享在这边 before ending呢 一模一样 OK 我们来唱歌 黑波黑波 OK happy happy 然后呢 就出去打仗了吧 OK 来吧 来吧 好的 OK 谢谢大家 OK 拜拜 拜拜